1993年王菲推出《粤语大碟十万个为什么》 俨然成为当年港产流行唱片的标杆 这张专辑作为王菲掌控较多的专辑 是他第一次高姿态迎接西方另类音乐 开始与香港过分商业化的主流音乐分离开来 他参与并主导了专辑的设计、造型、化妆 并有独立创作的词曲 他逐渐由王静文改回本名王菲 表明他开始在音乐上找到自己要努力的方向 不再单纯听从唱片公司安排 而是以自己的歌性和音乐触觉主导自己的专辑 王菲从1982年出道至今 已经过去了整整40余年 他的歌曲仍在华语乐坛有着不俗的影响力 掏开外界一切评价 王菲绝对是中国近几十年少见的优秀歌手和音乐人 而且独一无二 他身上有着清冷空灵的气质 如今岁月加持 多了严肃威严的气势 在早期的穿搭中 王菲远没有现在这么循规蹈矩 即使放到当今这个时代 王菲的穿搭都是流行趋势中的绝对风向标 这就是流行的意义 也是他特立独行在服装上的表现 此前有媒体晒出王菲代言某内衣品牌的一组照片 瞬间引发了热议 原来我们的天后还有这一面 身材居然这么好 更有网友看后表示直接完胜张博之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已经年过50的王菲保养得相当不错 腹白西光华身材纤细 逆头干练的短发更是彰显了王菲的个性和洒脱 王菲穿搭十分舒适慵懒 内穿像并进的丝绸短裙外搭白色衬衣 颜色虽然简单 但凸显了他整个人的气质 看起来非常清纯 王菲摆出一个开心轻松的姿势 一双大长腿更是吸睛无数 在这一次代言过程中 王菲还挑战了透视款的吊带 版型很简单 但穿在他身上就多了一丝时尚感 双脚交叉脸往右侧看 表情自信大方 这个动作还将锁骨完美地展现出来 当镜头拉近时更能看清内衣的款式 王菲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傲 完全展现出她的个性和魅力 不得不佩服53岁的王菲还能如此的靓丽 完全胜任了该大排内衣的代言要求 对此网友也纷纷对王菲的状态赞不绝口 认为王菲始终坚持随性而活 很有底气和硬气 同时也有网友认为王菲身材很好 可他从不炫耀 因为他不需要通过身材来博眼球 哪怕排内衣代言也比较含蓄 如今的王菲更多被关注的是感情问题 2000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而对于王菲谢霆锋来说同样难以忘怀 不单单是他们两人 全香港的人们都无法忘记这一对幸福的恋人 两人的事迹牵手 立即触发了狗仔队 不由分说暗动手中的相机的快门 一个是乐坛的天后 一个是娱乐圈的天智娇子 两人都是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此时的香港娱乐圈 大多数明星都喜欢将恋情埋在地下 不太愿意对外公布 就是怕公开恋情会调动粉丝的情绪 导致人气下滑影响自己的事业 但王菲谢霆锋则反其道而行之 用最真实的行动告诉世人他们恋爱了 但后来这段相差11岁的姐弟恋还是分开了 有意思的是 他们之后各自都有过幸福的婚姻 而缘分的奇妙之处在于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会在各自的人生旅程中再次相遇 2014年 王菲谢霆锋来了一场震惊娱乐圈的世纪复合 到如今两人已经低调恋爱9年了 但却一直没有结婚 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疑惑 其实对于婚姻 在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后 王菲和谢霆锋都有了不同的看法 在他们的世界里需要的是和对方长相厮守 而菲一直婚疏 面对外界的许多疑问 两人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感情 仔细回顾两人复合以来的各种表现 不难发现感情没有破裂 反而在安静中充满温暖和幸福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 结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与其这样不如看待一切 毕竟生命中 能与三观契合的人在一起生活 是种多么难得的幸运